女友为了钱 将我退入公海淹死 她转移我所有的财产 给她白月光的公司注资 她面目猙獰 用棍子抵在我头顶 你不愿意给阿南投资 那就去死吧 我艰难开口 为了她你竟然要杀我 若哥 我才是你未婚夫 她冷笑 也可以不是 我惨死在冰冷的深海里 他们却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再睁眼 我回到白月光回国那日 子安 你没事吧 女友李若哥关切地扶住我 我却满脑都是她用棍子 将我死死摁进海里的画面 我一把甩开了她的手 不是把石哥 促进这么大呢 有人打去我 不就是邓冠南回国而已吗 嫂子早就不喜欢她了 对吧嫂子 李若哥没有立刻回她 只是深深地望着我 上一世 我总是被她这样深情的眼神所欺骗 却不知背地里 她早就和邓冠南有了联系 只是哄着我 把我当成ATM来吸我的血 可笑的是我还以为她真的爱我 对她有求必应 她总说 亲戚欠钱没还上 我便给了她一笔又一笔的钱 直到她开口问我要两千万 我起了疑心 调查才发现 她需要这么多钱 是想帮助邓冠南渡过难关 我将所有的事情 放到明面上跟她谈 李若哥却说 到底是朋友一场 能帮就帮而已 你要是不喜欢 我再也不跟她联系就好了 然后当着我的面 拉黑邓冠南的号码 她坐到我腿上 笑着轻我 对不起吗 原谅我这次好不好 那晚她格外顺从 轻腻地趴在我怀里 说要陪和我出海游玩 当我们站在甲板上吹着海风时 她从背后抱紧了我 然后 在我最松懈不设防的时候 把我狠狠推下海 石泽安 我给过你机会 她面目猙獰 用棍子抵在我头顶 既然你不愿意给阿南投资 那就让我来 我呛了水不停咳嗽 艰难地开口 为了邓冠南 你竟然要杀我 若哥 我才是你未婚夫 他冷笑 也可以不是 李若哥用棍子击中我的头部 让我无力抵抗后 将我摁进海面下 直至窒息而亡 他利用我的一切 为邓冠南铺路 他们携手并进功成名就后 举办万众瞩目的婚礼 成为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可那都是 踩着我的尸体获得的 滔天的怒意 使我的指尖忍不住颤抖 邓冠南 你还干嘛 我的好兄弟站起身 眼神不善地看向来人 正如上一世那样 邓冠南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的生日宴上 跟李若哥一眼万年 当时我看出 李若哥有一瞬间动摇 可很快 他就冷着脸 亲自将他赶了出去 以至于 我再没有怀疑过他 而现在 李若哥如同当初那般站起身 缓缓走到他面前 就在他开口之前 我平静道 来都来了 就留下来玩会吧 李若哥极力掩饰眸中的欣喜 看向邓冠南 既然子安都同意了 你就进来吧 邓冠南迎着众人或嘲讽或不懈的眼神 走了进来 却脚下一滑 直直撞上香槟酒杯塔 连同放在后面那精致的生日蛋糕 一起摔到地上 弄得一塌糊涂 你他妈是来砸场子的吧 有人拍拽起 李若哥连忙上前扶起邓冠南 忍不住皱眉反驳 不过是一个蛋糕而已 你们有必要这么动气吗 我伸手让他们都冷静点 朝李若哥招手 若哥 过来 我承认我犯贱 我就是想看看 我和他这么多年感情 为什么比不过已经消失五年的邓冠南 邓冠南却突然捂住手抽气 表情越来越痛苦 李若哥着急地问 怎么了 是不是玻璃碎插进手臂里了 走 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他转头看向我 则安 邓先生在江城只认识我们 就送他去趟医院 我冷静地点头 吩咐司机带他们离开 胃忽然抽腾 我下意识捂住胃部 李若哥看见了 他脚步一顿 则安 我很快就回来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邓冠南 我让朋友们都先离开 偌大的别墅顿时安静下来 管家赶紧给我拿药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家里一片狼藉 感觉胃疼得更加厉害 只能暂时闭上了双眼 先生 您好好的生日宴 管家拿来温水和药片给我 我不由得想起 和李若哥的第一次见面 酒桌上 职业装勾勒出他曼妙的身材 惹得其他老总频频侧目 不停地敬他的酒 开他的油 当时还是他顶头上司的邓冠南 韩孝坐在一边旁观 丝毫没有阻止的意思 我看不得他们一群人欺负年轻姑娘 便给李若哥挡酒 就此相识 后来邓冠南出国 我挖他过来当我的秘书 他酒量不好 所以我只能自己喝 又经常忙于工作 不按时吃饭 落下了胃病 饭病时 李若哥总会温柔地给我按摩 煮暖胃糖水给我喝 子安要快快好起来 可邓冠南才刚回来 他的眼里就已经看不见我了 家庭医生过来了 他让我多休息 少动气 正想再给我看看时 李若哥回来了 他有些忐忑地问 能不能让陈医生跟我走一趟 管家摇摇头 暗示意味十足地说 若哥小姐 先生未病又犯了 您应该先关心一下先生的身体 李若哥咬着唇 坐在我身边 挽着我的手撒娇 子安这是老毛病了 你的身体 我比谁都清楚 我就借走陈医生一会儿 很快的 我不悦地开口 若哥 你是想让陈医生 去看邓冠南吗 可我也不舒服 李若哥脱口而出 你吃药 应付应付不行吗 又很快反应过来 连忙补救 子安 你的胃病我最清楚了 不会有事的 从前他恨胃病折磨我 犯病时 恨不得替我承受 可如今 只用一句 不会有事就打发我 我的眼神 骤然变得冷漠 扭过头不看他 藏在毯子里的 手紧握成拳 去吧 既然上天给我 重活一次的机会 我一定要他们付出 惨痛的代价 现在只是刚开始 我要沉住气 李若哥见我有求必应 高兴地清了清我的脸颊 我等会儿回来 给你煲汤喝 等我 他带走了陈医生 只留我孤零零地 忍受着疼痛 可这点小痛 根本不及窒息而亡 那种刻骨铭心的痛得万分之一 李若哥彻夜未归 我也从深夜做到天明 计划渐渐在我心中成形 李若哥提着一框子 新鲜的菜回来 心虚倒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他说 为了给我熬最有营养的汤 他特地在菜市场守了整夜 只为买到在凌晨开档的店铺里 最亮的食材 我笑着搂上他的腰 忽略他身上 那股不属于他的香水味 若哥 我们之间不需要解释 他彻底松了一口气 语气也轻松许多 你看我多爱你 特地熬夜去买食材 他话音一顿 继续说 那上次我看中的那些包包 我脸没 上一世 李若哥就爱这些奢侈品 就算不被出门 他也要买来收藏 跟他去人关系后 每一季度 我都会让品牌方 送当机新款给他挑 从邓冠南回国后 他收藏的包包少了很多 我问起 他只说 反正你还会给我买新的吗 有些就款我不喜欢了 就拿去送人了 看来从那时起 他就已经变卖心爱之物 去援助他的白月光了 喜欢就都留着 我笑容不变 李若哥心情颇好的哼起歌 想要亲我 被我不着痕迹地躲开 他却没有发现 我细微的动作 他满心都沉浸以物换钱 能给邓冠南帮助的喜悦之中 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 我留了个心眼 开始找人跟踪李若哥 邓冠南最初借着手臂受伤 跟他见面 两人还是规规矩矩的面对面坐 然后是同向而坐 慢慢地越靠越近 最后一次 邓冠南抱住了李若哥 他只是微微反抗了一下 便乖顺地靠在他的怀里 我坐在车里 看着他们狼情惬意 怒意从心底里爆发 我恨不得拿过后备箱里的高尔夫球棒 一人一棍敲爆他们的脑袋 要他们血债血偿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最粗暴的抱负纵然简单 可不是我想要的 他们自相残杀 而我全身而退 岂不是更好 我要等 等那个最佳的机会 直到某天 我下班回到家 李若哥乖巧安静地俯身 趴坐在地毯上 看着手机笑得一脸甜蜜 脖子后面露出一片肌肤 上面有个刺眼的吻痕 那个位置 李若哥看不见 这是邓冠南 故意留在他身上 挑衅我的 垂在大腿侧的指尖微微颤动 直觉告诉我 很快我就能等到我想要的了 我忍着心中的恨意与不适 主动抱住了李若哥 他吓了一跳 推开我 子安 你现在走路 怎么没声音啊 是他太专注跟邓冠南聊天 屏蔽了外界的一切而已 我们结婚吧 我说 李若哥猛地回头 似乎觉得自己反应过激 又缓缓勾起嘴角 会不会 太早了 一点都不早 我看着他的眼睛 若哥 过完生日 我已经三十了 李若哥 泽安 你丢点时间 我说好 但开始准备一场盛大的求婚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他李若哥是我的未婚妻 李若哥只要跟邓冠南提一嘴 邓冠南一定等不住了 终于 斯家侦探看到邓冠南抱着他进了酒店 他什么态度 斯家侦探犹豫了一瞬 诚实到 半推半就 我不由得讥笑出声 我了解李若哥 他表面半推半就 那就是心中欢喜得很 斯家侦探似乎想安慰我 我告诉他 最好的安慰方式 就是帮我拍 他们的亲密照 越多越好 他们在房间里翻云覆雨 交流感情时 我和李若哥这些年的感情经历 被剪成视频 在一个又一个的商超大屏高清播放 全江城的人都能看见 最后还有我的深情告白 若哥 嫁给我 很快便上了热搜 网友纷纷表示 好感动 好浪漫 找到石总这么好的男人 他的未婚妻也太幸福了吧 与此同时 邓冠南跟李若哥的亲密照 被发送到俊家股东 高层 全体员工的邮箱 一人一份 连保洁和保安都没漏 有钱在俊家的同行卧底 立刻就偷偷摸摸 把照片发上网 我靠今天大新闻 俊家集团总裁 玩弄别人未婚妻 丝毫没有道德底线 这样的人任职的公司 旗下品牌 真的值得性爱吗 以及当初邓冠南 毁掉我生日宴的小视频 也不知道被谁顺势泄露到网上 一旦激起千层浪 俊家股价暴跌 一个小时后 李若哥火冒三丈地 冲入我的办公室 截断点 他脸上还有不同寻常的潮红 怒道 石泽安 你说过给我时间考虑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求婚 你怎么能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想法 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 我从资料里抬头 让他先解释照片的事情 他阵阵有词 这我从最初就告诉你了呀 上次在你的生日宴上 他摔伤了 作为主人家 我们难道不该为宾客的安全负责吗 本来以为他只有手臂伤了 后来陈医生给他看过 腿上也被扎伤了 我扶着他走路 是很正常的事 子安 你以前从来不怀疑我的 你现在竟然不相信我 不得不说 李若哥反咬一口的本事 还是那么强 但视频都已经被播了一遍又一遍 就算我撤下 他也流传在网络上 和别人的手机里 李若哥无法 便说生气了不想理我 以此拒绝我的靠近 好在 我根本没有和他亲密的想法 邓冠南停止后 直接找上门来 他咬牙切齿指着我 一定是你 其他员工不由自主地围了起来看热闹 石总好可怜 未婚妻就是跟他搞伤的吧 男小三怎么也这么理直气壮 有够不要脸的 李若哥叫他冷静点 可丢近脸面的邓冠南听不进去 他挥拳 砸到我的脸上 泽安 李若哥尖叫 他下意识想过来扶我 却忽然跑出来一群记者 将所有镜头对到邓冠南脸上 邓先生 听说您暂时被停职了 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是否侧面坐时 您跟石总未婚妻发生关系 行为不检点 做人没品的传闻 请问 您这是第一次做这种事吗 会不会俊家高管的夫人 都和您有不清不楚的关系 最后一个记者话 还没说完 就被邓冠南抱起打掉摄像机 李若哥见邓冠南 已然愤怒到失去理智 连忙拖着他离开 我盯着他 眼神悲伤 若哥 人群忽然安静下来 可李若哥恍然不觉 只是稍稍犹豫 就拉着邓冠南离开 他们携手离去的背影 被多家媒体争相报道 石总 事情都办妥了 于是我终于成了可怜的被背叛者 他们成了人人唾弃的偷情无耻之徒 神仙眷侣 哼 我让助理将北交地皮即将准备拍卖的信息 散播给俊家 只要邓冠南还没死心 他定会孤注一掷 拿下这项目 借此重回俊家 路已经给他铺好 就带他上路了 这日 我在书房处理工作 管家为难地告诉我 若哥小姐回来了 我丝毫不意外 他是邓冠南手上锋利的尖刀 他一定会利用他 如同上一世 让他杀死我那样 对我来说 也是 庸人赶紧将李若哥迎进别墅 对他的态度不仅没变 甚至更加恭敬 李若哥最初的忐忑不安消失殆尽 他如同许久未归的女主人 自然而然地踏入自己的领地 子安 他略带埋怨和娇嗔地 从背后抱住我 这几天 为什么不联系我 是不是一定要我先服软 你才肯消气 上一世 他说 陪我出海游玩前 也是这副模样 才让我放下戒备 我冷下眼 深吸两口气 回头看他 你一声不吭 跟着别的男人走了 你还想我怎么哄你 李若哥见状 明白了事情 还有回旋余地 他松了一口气 轻易地蹭了蹭我脖子 都说是朋友一场 我见他精神状态都出问题了 帮忙照顾他一下而已 我不吱声 但是放任他的行为 而后 李若哥更是大胆地坐到我腿上 眼神却落在桌面的资料上 新项目 他回过头来 摸着我的眼角 看看你 都憔悴了不少 这个项目很重要吧 不如 让我回公司帮你吧 没有我 你都熬出黑眼圈了 我看着心疼 他憋着嘴道 我说好 他顿时喜笑颜开 又闭着眼凑过来 想要亲我 被我推开 太累了 李若哥更是欢喜 他嘴上说 要给我熬汤 实际跑回房间里 看他的奢侈品 他开始每日 都偷偷变卖物品 给邓冠南筹钱 前世邓冠南 尚且没有插手这个项目 却仍然一直朝李若哥要钱 这次他决心参与竞拍 他所需的钱 要更多更多 我假装没发现 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少 还让管家 将我小仓库里的杂物 清一清 李若哥便更加大胆放肆 他不仅变卖我送他的名牌物件 更是把手伸向我的私藏 这幅名家画作 可真是不错 难得周总愿意拿出来 给我们一同鉴赏 酒会上 有人大声奉承 李若哥一看见那幅画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他挽着我 子安 我觉得有点不舒服 不如我们先回家吧 我低下头关心他 他只是一味地劝我离开 可他害怕的事情 很快就发生了 这幅画 之前不是被泽泰的石总拍走吗 怎么会是从不知名卖家手上买的 众人的目光 一时落在我们身上 周总更是变了脸色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买到赝品 那人摆摆手 静止走向我 问我是不是缺钱周转 我搂住李若哥 若哥不是很喜欢 就拿出来卖掉而已 周总这幅画自然是真品 有周总这样懂得欣赏的藏家接手 这幅画才更能凸显他的价值 周总被夸得舒心地笑了 他拍着我的肩膀 说很看好我 以后有需要尽管找他帮忙 我带着李若哥先离开 一路上异常安静 他怕是不知道怎么开口跟我解释 回到家后 他说 只是一幅画 子安 你不会怪我的对不对 我摸了摸他的脸 笑得温柔 当然 就在他放松警惕时 我一把揪住他的发尾 将他带到了浴室 李若哥惊恐道 子安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我将浴缸放满了水 摁着他的头 将他埋入水中 李若哥拼命地挣扎 伸手打我 甚至在我的手臂上 抓出一道道血痕 上辈子的我 也曾这样苦苦挣扎 求他放过我 可他半点没有手下留情 将我死死地摁在水面之下 直到心中怒意稍微消散 我才把他从水里拉出来 剧烈咳嗽过后 他瘫软在地板上 抬头目视我 石子安 你疯了 我不就是卖你一幅画吗 你要杀了我 我拿过一旁的浴巾 漫条丝里给他擦拭着头发上的水珠 若哥 我曾经最爱的就是你了 看着他渐渐不敢吭声的模样 我浅浅笑了 我相信 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的对不对 李若哥嘴唇颤抖着 眼神未缩 从前的我 将他当作珍宝 从来不会这么粗暴对待他 可他不知道的是 最爱他的石子安 已经被他亲手杀死 现在的我 是从地狱爬上来 找他们血债血偿的恶鬼 当然不会 李若哥声音微颤 我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发丝 李若哥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了 但凡他有一点退却 我的计划 也未必能成功 我就是想知道 他为了邓冠南 到底能有多大的决心 今夜的他 睡得格外不安稳 半夜里 他猛地惊醒 我察觉到 他的视线落在我脸上一会儿 便摸过手机猫着身子 走到阳台了 你别催我 我已经再找机会动手了 你不知道 他简直是个疯子 他本来还有些暴躁 却被手机那头的人 哄得放松下来 他说 阿南 我最爱的 当然是你 石子安 不过是我狡边的一条狗而已 他向来都很听我话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 搞到泽泰的竞标价格 自那天后 李若哥有些怕我 可邓冠南催得他紧 他又不得不 接近我讨好我 只是不敢再开口 找我要钱 已经许久没有进厨房的他 破天荒 又亲手给我做晚饭 我便接起周总的电话 看向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 周总 你想要另一幅作品 当然可以 我直接送给您 不过 我最近遇到点困难 您看能不能帮我这个小忙 周总一口答应下来 没问题 我告诉他 俊家前任总裁邓冠南 极有可能找他借钱 能借 借多少都答应他 我盯着李若哥 笑道 但不要真的转给他 只需要口头上答应就好了 周总了然地笑 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 我懂 他非常有钱 所以邓冠南和李若哥 转卖名画时 才会专门揪着他耗 邓冠南是一定会找他的 这段日子 李若哥总是神神秘秘的 被我数次发现 吓得他魂不附体 然后我再施施然离开 我故意把竞标书放在书房 他借口给我送宵夜时 翻到了 终于 我透过新装的监控 看见他欣喜若狂的样子 我心想的也是 终于 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候 竞标当天 邓冠南穿得人模人样的出现 不顾周遭所有人的窃窃私语 邓冠南信心十足地 坐到俊家代表的位置上 李若哥总是忍不住看向他 起拍架 十亿 竞拍开始后 只要我举牌 邓冠南就会跟着举 一直到邓冠南 叫出二十亿四千五百万时 我停住了 而直到此时 只剩我和邓冠南 仍然在竞拍 他扭过头看我一眼 露出圣券在握的笑容 二十亿四千万 是竞标书上写的最极致的金额 要是再往下喊 怕是要亏 我仿佛见不得他的挑衅 直接举牌 二十亿五千万 邓冠南和李若哥同时变了脸色 李若哥拉住我的手 泽安 你不是 你别意气用事 邓冠南咬咬牙 继续举牌 二十亿五千五百万 我 二十亿六千万 邓冠南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他一口气抬了四千万 二十亿亿 然后扭过头看我一眼 露出圣券在握的笑容 笃定我不会再加价 最后以二十亿亿的价格成交 邓冠南走过我身边时 忍不住笑道 石总这么快就停手 不像是你的作风啊 他朝李若哥伸手 他就起身走到他身边 李若哥不敢看我 只有邓冠南冷哼 世间之事并非抢求 就能有结果 若哥他不爱你 你就放过他吧 他拉着他走 纵然比他们预算多出五千万 可邓冠南也信心满满 可等到要清款时 邓冠南傻眼了 他不够钱 别说二十亿亿了 他的账户里连一亿都不够 尽管他已经以最快速度打电话给周总 周总也只是慢悠悠道 钱 我已经让人划款了 你没收到 跟我可没关系 原来 他确实答应给邓冠南借钱 只因邓冠南承诺归还的利息太过诱人 可是他又为了 要我的话 所以不能在这个时候 让钱落到邓冠南的账户中 他叫人卡在银行下班时划款 钱划出来了 但是停在了半岛 邓冠南几乎抓狂 周总 你是不是耍我 下周 我下周要你的钱做什么 我坐在一旁 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你别得意识泽安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他双目心红地骂道 只要邓冠南不能按时付款 泽泰就会以最终出价的价格接手 李若哥也猛了 他辛辛苦苦 回来讨好我 不就是为了拿到竞标价 好让邓冠南提前准备 不至于遇得太多 或者太少吗 邓冠南看着一直流逝的时间 最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挪用俊家另外几个项目的款项 暂时填补这个空缺 等下周借周总的钱到账 再不回去 就在他左拼右凑就快成功时 时间到了 泽泰以二十亿七千万 拿下这块地皮 足足省了四千万 多谢了 我勾起嘴角 起身朝邓冠南伸手 他却一把打开我的手 邓冠南怒吼 又是你 又是你 我明明已经 他说到一半 自觉差点失言 就是我 我让助理去处理剩下的事情 看着他身侧的李若哥 以为只有你们会耍阴招 我忍不住笑道 其实泽泰最高价是二十一亿 那份标书 是我故意让你看见的 谢谢你们替泽泰省了一大笔 下回请你们去吃饭 李若哥震惊 怎么会 邓冠南却气得一巴掌 打在李若哥脸上 废物 尤闲不解气 他吼道 以前让你当秘书 酒不会喝 现在让你偷 连这点小事都能搞砸 真是废物 李若哥被他吼得愣在原地 平日里 邓冠南在他面前 都是温文儒雅的君子 什么时候露出过这般丑陋的面目 李若哥直接抓住了他的头发 双眼通红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举牌的时候 你多帅啊 现在怎么拿不出钱来 他这股风镜 让我一瞬间 仿佛见到上一世 冰死前看见的他 我转身就走 李若哥跑到我身边 拉住我的衣袖 泽安 你听我解释 我却一根 一根掰开他的手指 笑说 李小姐 你的男朋友还在后面 李若哥不停地摇头 痘大的眼泪 从眼眶滑落 看着令人心生可惜 可是我 早已不是从前的我 不会因为他一哭就手忙脚乱 也不会因为他一滴眼泪心疼半天 非要把他哄高兴了才放心 这一招 对我早就无效了 邓冠南不顾形象 上前拉住了他 劈头盖脸地骂 李若哥 你还要不要脸 实在安摆明不要你了 你还往前凑 找他妈干嘛去了 现在你是我的人 跟我回去 邓冠南如今欠下一屁股债 正愁无人和他一起还 李若哥也清楚地知道 所以他才更不能放过我这个免费的提款机 泽安 泽安 求求你 带我回家 我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直到邓冠南一巴掌将他扇倒在地 清醒点吧 你 你以为实在安还爱你吗 他只是为了利用你 给我透露假消息 李若哥不可置信地捂着脸和耳朵 贪软着身体坐在地上 他也朝我爬过来 但他再也追不上我 邓冠南挪用公款 导致俊佳其他的项目资金周转不顺 差点彻底崩盘 俊佳向他清算 加上他欠周总的本金和利息 如今的他已经背负着天价的债务 又得罪了我 江城只要是大一点的公司 没人会录用他 他想来想去 只能逼着李若哥出去工作 李若哥这些年被我养在家里 早已过上傅太太一样的生活 又怎么会适应职场 两人挤在出租屋里 经常发生剧烈的争吵 我听完后点点头 让斯嘉侦探继续盯着 当初他们拿着我的钱逍遥快活 生活富足 恩恩爱爱 这辈子什么都没了 就单凭所谓的一个爱字 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坚持多久 直到某天 李若哥在别墅前堵住了我 他哭得很大声 泽安 我错了 我错了 求求你 让我继续跟在你的身边吧 我低头看向他 却在他抬眼看我时 我瞬间头皮发麻 深邃的眼眸里 很是浑浊 除了悔恨 还有一点杀意 仿佛在说 你为什么不爱我了 我让管家把高尔夫球棒拿给我 在我拎着他颠量时 李若哥露出惊恐的声色 我 记不记得你从邓冠南那儿回来 我把你摁到了浴缸里 我一步步靠近他 他吓得往后痒 直到高尔夫球棒 抵在他的头顶上 你 李若哥笑得很勉强 颤抖着的声音却出卖了他 子安 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拿起球棒 对准他的头顶 就要敲下去 别打我 石子安 是我对不起你 他下意识护着头 可我那不是故意的 是邓冠南 是他让我约你出海 是他说 你的钱就是我的 都是他挑拨离间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啊 子安 我忽然冷静下来 把球棒还给管家后 我蹲下身子平视他 原来真的是你 这辈子的李若哥 没有杀过人 眼神里再凶狠 也没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可他不是 只要一眼 我就感觉到 他就是那个杀死我的李若哥 我摸摸他的脸 以前我那么喜欢你 爱护你 为你挡酒 为你收拾烂摊子 给你一切我所能给的 就算你曾经有片刻的动摇 只要你说没有 我就相信 可是你呢 你做了什么 我掐住他的下额 逼迫他抬头 你为了邓冠南那个渣男 故意杀害我 我一把甩开了他 李若哥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 只会哭着摇头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为了邓冠南不顾一切的时候 又可曾有一点点想起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 没有 他毫不犹豫地将我沉入海底 我不想再跟他废话 只告诉他 好自为之 李若哥被请着离开 邓冠南欠了一屁股债 打算铤而走险 干违法勾当 他逼着李若哥 去出卖身体 如果是没有上一世记忆的他 说不定真的会被邓冠南逼迫后 无奈走上这条路 可他不是 他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 甚至知道 我手上有他盗窃商业机密的证据 因为我们的卧室和书房 以前是没有摄像头的 李若哥在邓冠南 用要迷晕他之前 联系到国外的某些组织 将邓冠南卖了 他最后一次来找我 问我 是不是真的没有可能了 我忍不住吃笑 李若哥 我给过你机会 如同他杀我之前 他说过的 他给我的机会 是我没有珍惜 察觉到我想要对他动手后 果断也出了国 他胆子大 又是自愿为非法组织干活 很快就混到管理层的位置 再有他们的消息 是周总告诉我的 我将库存里的好几幅私藏 一股脑送给了周总 他们周家是盘根错节的世家 有钱有权 掌握着大部分江城的资源 看在你这么贴心的份上 我就送你几个消息 他说 邓冠南被李若哥卖掉后 总是破口大骂 可在那种地方 向来是弱肉强食 曾经他对李若哥动过的手 被李若哥悉数奉还 而且还是成辈的那种 但他口才确实不错 游说人有一套 很快就免受挨打 创收不错 待遇也有所提升 可是他想逃 逃离那种 没有尊严可言的地方 被李若哥的人发现了 受了好一顿折磨 最后是李若哥将他淹个半死 快死之前 又把他救回来 让他继续干 周总说 那小妮子说 当初要不是相信 邓冠南的鬼话 他也不至于失去所有 他恨他 要他生不如死 我听后 只是自嘲一笑 李若哥本来就跟高层不清不楚 后来更是怀孕了 没想到 邓冠南骗了另一个更美的女人过去 献给李若哥跟着的老板 那老板很快就厌弃了李若哥 只等他生了孩子 就将他调到另一个地方干活 李若哥沾上了毒 最后痛苦死去 邓冠南骗人过去 被那女人记恨 那女人不像李若哥 他不要邓冠南生不如死 他只要他死 他把邓冠南丢到野狗堆里 周总嘖嘖欣赏着画 真狠啊 女人都是狠角色 我笑着陪他逛客厅 看着那些挂起来的名画笑道 是啊 李若哥为了钱 能狠下心来谋害我 也能为了报复邓冠南 将他卖到国外去 要我说 还是你最得我心 周总拍拍我的肩膀 多亏你给青狼推荐这两个人 他们在时 业绩真的很不错 画好 女人也好 好